如此的不堪一击 像是蜡烛 你给了它光明 风一吹 它就灭了 像是飞鸟 它装点了天空 可是天气一变 它就飞走了 像是鲜花 绚丽动人 可是秋天来了 它就枯萎了 莫莉听到林武阳说出的这些熟悉 而又陌生的话语 恍然犹如隔世 话 还是那么几句话 人还是难 可是她的心早已经变了 曾经的风花雪月 现在已变成了鲜血和伤害 她却还依然厚颜无耻地 念着两个人曾经的诗句 莫莉为这个人付出了这么多 到现在 她后悔曾经认识了她 刘大夫 你别难过 你女朋友一定会回来的 谢谢 刘大夫 我的问题问完了 刘大夫 看来我有必要向你解释一下 这个莫莉啊 她是刚调到我们这儿参加工作的 可能工作经验少 这方式方法上有不当的地方 勾起你的伤心事了 怎么会呢 我很理解你们的工作 以后有任何需要 我随时配合 听见了吧 到底是有文化的人 这觉悟就是高 如果所有的市民都像你这样 那我们的工作可就好干多了 刘大姐 对不起 唐突了 我听见大家都这么叫您 以后我可以叫你大姐吗 当然 大姐 我也有个亲姐姐 跟您年龄差不多 所以一见到您 我就感觉到特别地亲切 见到您实在是太高兴了 我也是一样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去忙工作了 好 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真看不出来 刘大夫还这么痴情 真是太难得了 行了啊 别再抒情了 你看看你们俩这点出息 这样 茉莉啊 你呢 暂时还是留在这儿 多帮帮忙 过一段时间 可能会有所调整 因为卫数大队 还有咱们区委啊 过一段日子 将抽调几个同志 到公安局 到那边去工作 所以你们俩记住了 努力工作 认真 严肃 多积累经验 将来用你们的地方 多着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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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找到了 这地图老难找了我跟你说 跑遍了所有的图书馆都没找到 最后是从一个喜欢收藏的 老同志那儿找到的 他可跟我说了 这绝对是最老的版本 对了 营长 你还没跟我说呢 你要他干吗呀 医院内外的线索全部都断了 可是我总觉得 这个沃沫忠孝肯定还在这儿 不会吧 里里外外搜了多少遍了 连个仓宜都没有 所以我才有这张纸 我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这上面离漏歪斜画的都什么耳 对啊 我也看不懂 要不找个专家赶紧看一下 是 快去 这人能在哪儿啊 今天你们外围搜查有什么发现吗 医院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和曾高联系 看来明天得扩大搜查范围啊 你们那儿什么情况 这趟医院啊 也等于是白跑了 那个护公啊 那个护公啊 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可疑的 他哥哥是土匪 可是呢 在与曾高的火拼当中啊 被打死了 他们一家呢 都恨死曾高了 还有什么情况吗 别的暂时没有发现什么 医院那个刘明依大夫 你知道吧 知道啊 怎么了 她的故事啊 让人印象深刻 挺有意思 那天我讲给你听听 香不 香 是不是陌生神经 有点麻索索的 陌生神经在哪儿啊 没 没文化呀你 往里去 张大军 假如有一天 我也在战场上 牺牲了 你会等我吗 等我一辈子 老婆 我没收神经 现在感觉麻索索的 你发神经了 你发神经了 真的 没收神经麻的不行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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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麻索索的呀你 你现在为了我处境这么危险 为了你 你又是为了谁啊 你宵静严心高大 都没把我供出来 我为你做这点事 算得了什么呀 我的命是你给的老大 我为了你上当山下 我还眼睛都不会查一下 他曾高想从我嘴里 得到你的消息 那他是做梦 彪子 我没看错人 到现在这个时候 连我自己的女人 我都没有办法相信 只有我的兄弟 对我衷心刚刚 彪子你放心 困难只是一时的 用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成功地 带你逃出去 彪子 我知道 你心里他一直惦记着家人 你对他们愧疚 是我不好 我欠你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回家的 其实 我何尝不想早一点了断 这些刀口甜血 担惊受怕的日子 你比我幸运 至少老家还有人等你 我呢 什么人都没有 你有我 你跟我到时候一起回家 好 我跟你回家 老大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你先给期待时间 我想办法尽快把你弄出去 好不好 好 好 莫莉 给你看看 看能认出谁来 什么呀 认出来了吗 哪个是刘明毅 这是你从哪儿拿到的 小主任办公室啊 小主任说 这是他们一九三八年春节 在美国加州 中国留学生的合影 你看 这个是他们老师 叫萝卜什么的 这个 小主任 这个就是刘明毅 没认出来吧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 我也没看出来 你说这刘大夫啊 天天一身白大褂 没想到穿西服还挺帅的 不过我还是喜欢 他现在这个样子 更有男人味 不过他 我觉得都挺好的 营长 重大发现 怎么样 快 这个医院有个密室 在哪儿 在这个地方 这什么地方 太平间 专家跟我说了 日本人占领的时候 曾经爆发过瘟疫 这个房间就是专门流 隔离传染病人用的 后来瘟疫没了 这个房子再也没用了 再也没打开过 走 赶快出发 我找你有事 让开 我现在有事 回来再说 不行 就现在说 你要干吗 我们现在要去找 暗恶魔中校 没时间跟你玩 苗青的手套 我还给你 还有这照片 小燕 我说你这种思想觉悟 都就是万吃掉了吧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儿当务时间 让开 我告诉你 如果当务抓人 我马上为你失问 让开 好 好 我跟你说 马洛他就是个混蛋 我刚刚去还他手套 他说我耽误他抓 恶魔中校又唯我试问 抓恶魔中校 在哪儿啊 医院呗 把队长 发队长 了 我手上爾法 倫總的時間肯定不差 封鎖医院 全面搜索 是 快 真是闲门了 怎么又比他晚一步 他现在受着伤 肯定跑回来 宜远为中心 周围一共互伤围之内 每一个路口都给我封锁起来 所有过往的行人和证量 一个都不要放过 多给我仔细检查 一支舱面也别让他飞过去 下 下 下了 下来 送回来 你们怎么回事 还有没有我我 过来 走开 把闹都给我滚了 别动 快点 都给我多远点 别动 走开 别动 都给我多远点 快点 我大救 走 把他箱给我下了 是 是 你们干什么 走 你们走 晓晓 你帮我请个假吧 我有点不太舒服 你怎么了 可能是因为前两天没休息好 回去睡一下就好了 不用我陪你去医院 不用 休息一下就好 行行行 你快回去吧 行 谢谢啊 好好睡觉 莫莉听说 马龙他们得到线索 对恶魔忠孝展开搜捕 并且 全城也有好几个可疑的 敌特分子已经落网 甚至还有顽抗道地 被当场击毙的 好 赵姐 你拿这个去医药吧 谢谢 客气 赵大军 谭吉 你怎么来了 你赶紧跟我上医院 给彭治国道歉去 谭吉 我说这事你起什么轰啊 谁起轰啊 你知不知道 那彭治国是谁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已经被市长训了一上午了 我现在脑袋就跟叫唬一样 不就是你新上任的这个搭档啊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不就这么点事吗 你还知道呢 你知道个六啊 他到这儿来当区长第一天 还没上班呢 就被你的部下给打住院了 你说他怎么想我 连我都不知道 他彭治国是谁啊 我的战士知道他是谁 他还就能这事怨上你啊 你是个鱼目脑的呀 你不能替他想一想啊 他知道你的部下 不知道他是谁吗 他不知道 他就只知道你是我丈夫 你的部下把他给打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长一百张嘴 我跟他都解释不清楚 你让我以后走 我怎么跟他一起工作 怎么面对人家 我怎么解释 好 探紧探紧 好 你别生气了 小点会儿成吗 我现在脑子乱死了 回头我去给他道歉 成不成 你 你去不行 马龙也得去 他惹的祸 马龙那狗脾气你还不知道 他能去给彭治国道歉 他为什么不去 他不是你部下呀 你不是他政委呀 我告诉你啊 他一到关键时刻 就不听你的 就是因为你平时对他呀 太纵容了 知道吗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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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我正常没跟你说呢 市长说了啊 这么忠孝跑了 现在要加大人手 大力地搜查啊 你区域得配合我工作 给我加配点人手 你先找马龙 找到他一块儿跟区长道个歉 道完歉再说 走了 别推来推去的 你先把这事给我办了 这么理亏的事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不是你把区长给打了 回头又找区长给你们派人增援 帮你们工作 我告诉你 你好意思说 我可不好意思开口 韩姐我跟你说 我这现在是正事 你先给我 谁的事不是正事 好 老婆 我这就去想办法 赶快弥补成吗 早就应该去 那么多废话 我这不是着急吗我 你的证件 你好 请出出证件 你的证件 同志 请出这家证件 没儿子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配合 谢谢 谢谢你们配合 谢谢 谢谢你们配合 不去是吧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什么叫我道歉了再给我扔手 这两件事能扯在一块吗 这两件事本来就是一件事情 你前脚把人家驱挡打了 后脚舔个脸让人家支持你 人家凭什么支持你 那就凭我干的是革命工作 我又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动手打他的 而且是他自己先不服从命令 他先掏的枪 然后柱子他们是正常行动 你这么跟我解释都可以解释得清楚 我也理解你 你跟市长怎么解释 你跟彭志光怎么解释 你大姐可说了 他是分管区长 叼着你他批准 我说这是什么事我就搞不明白了 我明明是一心为了工作 为什么现在搞得像我自己的事一样 而且大姐也不理解我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 这个工作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干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你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 我做错什么事了 是 你马大队长从来都不会错的 你可以无缘无故地向任何人发脾气 为了工作 你可以随便打人家心上人的区长 也不承认错误 为了工作 人家女孩子向你示好 你也可以给人家伤害是不是 等等等 打住打住 咱们先聊工作 别说私事 这些私事前程到工作上了 私事是私事工作是工作 我告诉你完了 人家小燕一个姑娘怎么了 人家表示对你有好感怎么了 一个小姑娘你鼓起多大有计 才给你送点毛衣 你凭什么障害人家自尊心 人家喜欢你有罪呀 我听你这算惊的我告诉你 我 我现在不跟你争这事 我就问你吧 这事跟小燕有什么关系 你少给我装糊涂 你 你把话跟我说明白 那毛衣是小燕送的 不是她是谁 不是她 不是她 那是谁送的 莫莉啊 怎么会是莫莉送的 是小燕喜欢你 不会吧 你弄了半天都没搞清楚 谁喜欢你呀 天哪 这差大发了 莫莫莉 你怎么搞的全弄错了 什么弄错了 我姐刚刚告诉我说 马龙以为那毛衣是你送的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啊 她亲口告诉我姐夫的 怎么会这样呢 你说你 你怎么搞出这么大的误会呀 不是那天你怎么跟她说的呀 对不起啊 小燕 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够清楚 让她误会了 你别管了啊 改天我再跟她仔细说说 行了 别说了 人家都拒绝了 我脸皮又没那么厚 她拒绝是因为 因为什么 是因为 是因为她觉得 毛衣是我送的呀 所以来说 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是好事啊 怎么是好事了 你想呀 她觉得那个毛衣是我送的 那她拒绝的是谁呀 拒绝的是我呀 你快想想 就是说 马龙以为是你喜欢她 所以她拒绝了 那就是说她拒绝的不是我 对呀 所以来说你还是有希望的 可是 你看你这么有文化 又那么优秀 还长得这么漂亮 马龙都不喜欢你 那她根本也不可能喜欢我了 你说什么呢 你性格这么好 又这么活泼可爱 不喜欢你喜欢谁呀 真的 当然了 姨姨 姐 莫莉 我有事想跟小姨聊聊 行 那我先去打水啊 进来 门关上 姐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敞开门不能进屋里聊啊 站到走廊里聊这事 你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是吗 被人听见了 我一着急我没想那么多 你呀你就头脑简单 莫莫莉怎么说的 她说她也不知道这事怎么就弄成这样了 她不知道谁知道啊 那毛衣不是她送的呀 闹出这么大误会 她一句不知道就把这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啊 姐 其实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你还替她说话呢 你要是早跟我说 能闹成这么大误会吗 你不是天天那么忙吗 忙我什么时候不管你了 你的事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了 到底她是你姐还是我是你姐呀 气死我你 行 行 别生气了啊 我也是挺生气啊 那你说现在事情这样了 那能怎么办啊 你说怎么办呀 你先弄清楚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尤其是莫莉 她到底在这个问题上 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你得弄明白 姐 你把莫莉想复杂了啊 这件事她真不是故意的 就你想问题简单 把人当朋友 什么心里话都跟人说 我告诉你啊 她未必把你当朋友 你说什么呢 莫莉根本不是那种人 她刚刚还说 我跟马龙还有希望吗 什么意思啊 你想想看啊 马龙以为那毛衣 是莫莫莫送她的 是吧 那她肯定以为 喜欢她的是莫莉啊 结果呢 她拒绝了 所以她拒绝的不是我呀 是不是 有道理呀 是吧 还是人家莫莉脑子快 你都没想明白吧 我可不没想明白呢 行 我错了 人莫莉对 人哪儿都比我对 你以后你就听她的 行了吧 对不着了吧 我说姐 待会莫莉进来 你别再跟着识脸色了 我刚刚已经骂过她了 差不多得了 你看这点出息啊 照照镜子 一听说马龙有希望了 你看你这张脸色 跟花似的 你不害羞啊 你才没有呢 你不害羞啊 我跟你说 以前我是喜欢她 现在可不一定 真不一定 再说一句不一定 再说一句不一定 你别这样变了 从小拽到大 是 我告诉你 谭小叶 跟你说正事啊 以后不管什么事 跟你解说 不能信外人的 知道吗 知道了 还有一点 你是姑娘家 做事啊得有分寸 明白吗 获嗦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 我说马大队长 低头有那么难吗 你还没开口跟人道歉 人家先跟你道歉了 你看看人家这态度 我说你救仇倦驴 马队长 马队长 这个是彭区长让我给你的 没 没 真不好意思 赶紧拿回去 彭区长说了 你们外出都挺辛苦的 这是他一点心意 拿回去给战士们吃吧 你 别 我 替我谢谢彭区长 赶紧回去照顾香 快 小李 快去 替我谢谢他啊 那你慢走啊 再见 你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啊 真的不好意思 你慢走啊 马龙 你看看人家 人家这态度 你行了 现在我这倩也到了 人区长也原谅我了 我的人手呢 人区长刚才说了 这事谈结权权负责 我晚上就跟他说呀 你行 这事我可跟你办明白了 小样那事 你可得有个态度啊 那什么我现在没空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 有什么事 你说他 一说这事你就跑 谁 谁 那是我 那是我 我就说你不会离开我 不会丢下我 做个梦吧 我梦见 我们俩都掉到水里 你往岸边游 我在后面拼命地追你 可一直在放下沉 叫你会喊不住什么 你怕我不管你 放心吧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不管你的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喝多水 不喝 我不渴 我刚才给你擦了身子 换了身衣服 我也检查了一下 皮外伤基本上都好了 就这胳膊还没有恢复 毕竟伤筋动骨要一百天呢 你只要算恢复得快的了 老大 是不是咱们不用再去冒险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收音机里说 张志忠已经跟中共 达成和平协议了 正本已经送到南京了 不会的 我一做不会同意的 可张志忠 别给我提这个人的名字 是什么 彪子 我们不能让这些软骨刀 影响我们的斗志 我们该干什么 我还得干什么 可是我不能在这儿待太久了 老大 外面风声太近了 到处都已经加了售价 彪子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安全地把你送走 如果我被共党抓到 那我就完蛋了 不会让他们抓到你 老大 老大 我现在就指望你了 千万不要丢下我 彪子 我知道这段时间 你受了很多的苦 你放心 我答应你 会把你送出去 就一定会把你送出去 邪从者不同 立功者受强 下面开始播送简讯 李宗仁政府口头上表示 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但是 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 及其死党一样 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 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 韩姐 回来了 下面继续播送 怎么样 彭治国的事问清楚了 彭治国的事解决了非常好 真的 人家可没你那么小的小心眼 我还没开口呢 人家只是跟我说对不起 还问你好呢 像这样的面子话 谁不会说呀 谭杰同志 你这可就不对了 都是革命同志要互相尊重 人家说了 全力配合我们卫手大队的工作 家派人手的事就交给你了 还要亲自给你打电话呢 有这态度就行 明天一上班呀 我就解决这问题 好 对了 小样的事 你跟马龙说了吗 我先睡会儿 干嘛干嘛想事 你坐下坐坐坐下 一提小样的事你就想溜 我告诉你今天别想躲啊 毛衣的事 我还没跟你说清楚呢 就是你的责任 毛衣可不怪我 一不是我送的 二不是我收的 三不是我拆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跟你有关系了 你说你要早跟马龙说 能惹出这么大麻烦吗 我告诉你这人啊 就是心里没有小样 根本不关心这妹妹 我把小样当亲妹妹 你等忙过这一段时间 我再跟她说成不成啊 你还拖什么呀 拖到哪天是个头啊 小样不小了 这事已早不宜迟 盘杰同志 这这么关键的时候 你不要老大这种 婆妈的事 烦我跟马龙好不好 赵大军 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什么事求过你啊 不就小样这事吗 那么难吗 你看你看又扯远了吧 你要是着急的话 你去跟她说 我要能去说 我还用你啊 好了盘杰 我知道你的心思了 我都累一天了 你先给我弄点吃的好不好 不许再敷衍我 好 你尽快问 是 首长 你逼死我呀 喂 你好 莫莉同志 我是刘明毅 今天有没有空 我想请你来趟医院 什么事啊 是这样 你上次来医院找我 你脸色很差 当时匆匆忙忙的 也没仔细检查 为了保险起见 我建议你找一次X光明 今天我正好有空 可以帮你好好检查检查 好 我下午就过去 谁的电话呀 谁的电话呀 医院的 让我去照个X光 小阳 下午帮我请个假啊 行 没问题 我下午一会儿 来 我沒有 这不是 我南无法拼击 这是 在这边 那你俩子 我这个 他本来 不调 他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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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天吧 你我凭嘴相逢 我有什么资格 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呢 就算有什么事情 我也会自己做 莫莉知道 林武阳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 只要自己还在卫书大队 她总会想尽办法 逼着自己去帮她 为了断绝她这个念头 莫莉决心申请调离卫书大队 不给林武阳任何利用自己的机会 小样 听说你织毛衣的手艺挺好的 什么时候给我织一架啊 人家小样的毛衣 那是给马队长织的 你哪有那么大的脸面呀 这马龙可真不知好歹啊 像小样这么漂亮的姑娘 送她毛衣都不要 那她还想找什么样的呀 小样 你可千万别灰心 一次战斗拿不下来 咱们就发动二次进攻 接着剩啊 我哪有点 莫莉 林武阳 你现在太阳心了 看我 我这还不是 还不是为您好 政委都警告你了 你要是再搞不好同志关系 撤你的职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再跟我说毛衣的事 我撤你的职 你还让不让群众说话了 你这是军阀主义 我跟你说您那 我对你有意见 我这个人很民主的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你尽管听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采纳 你就给我爽无赖吧 小燕 你不会一次失败了 就吓破胆了吧 谁说我害怕了 不怕你就上啊 对啊对啊 接着上 小燕 这么看见你了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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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来碗豆浆 来 来 好 来 来 来 有糖吗 糖 在那边呢 自己放吧 赵大军的心思我妥 可你说我怎么卖 但你说对小燕 我远的故事进的也不是 你让我怎么办 真不知道你这到底是 桃花韵呢 还是 桃花节呀 这事你可真得注意点了 要不然真的会影响工作 马队长 马队长 这是我特地给你打的豆浆 特别甜 我多放了好几条糖呢 你尝尝 不用 谢谢 人家豆浆都送过来了 不喝过里面呢 快 快 快 真送啊 喝点吧 喝 你就喝点吧 喝点 喝 喝 喝了 喝了 天哪 没事了 爸 没事了 这样 以后多把心思放在工作里 好了 我们坐 快快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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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呀 你還沒謝謝人家呢 對了 你知道你這些豆腔裡邊 放得去什麼嗎 糖啊 不是糖 是鹽 糊死我 對了以後別這麼幹了啊 小燕你別誤會 他不是那個意思啊 笑什麼呀 我以為天下不亂啊 這個小燕 你 你們營養不是這個意思啊 你別往心裡去 我去收他 畢生 我怎麼這麼笨 我怎麼什麼都被我搞砸了 怎麼了這是 阿玉 怎麼了 別哭別哭別哭 跟我說怎麼了 我在馬龍面前出大仇了 怎麼了 你說我怎麼這麼笨啊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了 你知道嗎 我剛剛在食堂 我好心裡得他打了一碗豆漿 我剛才把鹽丟成糖給放進去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這麼笨 行了行了行了 別哭別哭別哭 馬龍不會那麼小氣 他不會怪自己的啊 沒事 他剛剛都說 說實以後 讓我別再幹這種事了 還說 讓我把薪子放在工作上 你說他這不是明白的 會選我啊 行了 你別著急 會有辦法的啊 別著急別著急 你說我怎麼會糊塑到這個地步 你快把我先問完 他現在肯定特別笑好 他肯定覺得我快笨死了 你想要換我看 怎麼能彌補一下 這件事說來說去都怪我 要是當初我把事情說明白了 也就不會這樣了 你別怪我啊小燕 是我太笨了 嘴太笨了 是我笨 你說我怎麼能把鹽跟糖 我都分不清了 我都快服了我自己了 好了啊 別這樣 會有罷了你的別哭 哭得多漂亮了 小燕 小燕 你領的東西發了沒啊 我幫我們營長先拿一份 你你你給 竹子 你跟你們營長說一下 我剛剛真不是故意的 什麼東西啊 沒事沒事 你先去忙吧啊 行了行 你別說就去吧 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我去把東西了 你著急幹嗎呀 那都壞了 那比你牛肉 我去了 目前這個區域還有這個區域 這兩個地方都已經查遍了 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痕跡 其他地方呢 其他地方有汽車站 火車站 馬隊長 莫莉 你來了 我知道你有點事 很快就能說完 再聊正事啊 那我一會兒再來 別別別別 我們已經聊完了 來來來來 你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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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聊 那什麼你來的症 有些事我正好也想跟你說說 好 你在這傻子惹什麼呀 啊 跟你有關係嗎 麻煩你出去幫我把門帶上 謝謝 好 怎麼了 怎麼了 你再笑 我問你啊 那件毛衣是小小聰呢 你好 好 我是小聰明 它是小聰明 你也要找到 我了解